退休校长陈建明收藏了600多幅日本书画 为了把这些艺术能够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他从即日起到3月28号 在花莲施工所的市民一郎 举办《时代的痕迹》日本书画在花莲的特展 今天选出28件专长画作 提供给乡亲丰富的视觉饗宴 波峰国中跆拳道校队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有对打 有独秀 还有热舞演出 正是为退休校长陈建明 22号上午在花莲市工所市民一郎 办理的《时代的痕迹》 日本书画在花莲特展揭开序幕 因为外公是日记时代堂厂的员工 他留了600多幅的日本书画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 借市民一郎跟大家分享这些画 二方面是连续4年要捐160幅的话 给花莲市工所 那我想这些画其实有很多是古宝籍的话 那会到日本的三大美术馆展览完以后 再回到台湾来 那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好的运用 让我外公留下来的话 留下来的话更有意义 陈建明表示他的外公房源村先生 是日记时代华联堂业主持会社的员工 在日本移民被遣返时 特别留下12个大箱物品给房老先生 成封了70余年直到4年前 他才开箱整理并着手研究 数百间的书画作品资料 并在去年出版专辑 从中挑选出28幅作品 则是要在市民一郎一次展出 活动中 陈建明也将自己的珍藏作品 共39幅送给市长威嘉燕 预计将连续4年捐出总计160幅的画作 交由市长执行运用 不论未来是要透过义卖 募款或是赠予等方式 都希望可以借此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 徐立琴 华林斯报导